即将在国庆党上映的3D奇幻影片 鬼吹灯之九层妖塔 近日在北京举行了首映发布会 导演陆春携手赵又廷 姚晨 唐嫣 凤小月齐齐亮相 姚晨再次和赵又廷 饰演这个情侣默契十足 只是拍吻戏时 老公全程盯着感觉有点乖乖的 作为一部真人打怪电影 鬼吹灯之九层妖塔 不但特效制作等方面精益求精 面对绿幕演出的演员们 也是经受住了演技的考验 比如颠覆遗忘形象 一人分饰两角的姚晨 就大呼过瘾 最开始陆春导演 然后我看的那个剧本里头 应该是有三个角色 要演三角 对对对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 太少了 一定要来 后来就拍着拍着 那个就精髓一下 继影片搜索之后 姚晨和赵又廷二度饰演情侣 这默契度自然是不用多说了 不过这次拍摄九层妖塔中的吻戏 却让两个人都有些尴尬 因为姚晨的丈夫曹玉 恰好就是本篇的摄影指导 姚晨对吻戏耿跟唐燕最难忘的 则是电影的强大后期 在电影里唐燕和凤小月 均属于神秘组织749局的成员 一个是科学怪咖 一个是负责打怪的女侠 但是所有的怪兽都需要 演员们自己想象 拍戏背景全是绿木 也就是无实物表演 这对演员的演技 可是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